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有一台提供 吉凶占卜的這個遊戲機 占卜的方式就是從遊戲機中 轉出一顆內含鉛韻的扭蛋 鉛韻上有四種標示 以之這些鉛韻中有十隻 他是大級 四十隻小級 三十隻小胸 二十隻大胸 那麼他們說第一小級 抽到這個小胸的機率 就抽到小胸的機率多少 全部 這個我們叫做N 全部有幾隻 總共有五十五十 總共有一百隻鉛 其中小級有四十隻 這M的話他有四十隻 所以他抽中小級 沒有他說小胸 小胸是三十隻 抽中小胸他的機率多少 我們叫P 就是N分之M 就是一百分之三十 就十分之三 抽中小胸他的機率就是0.3 十分之三 這樣看第二小題 抽中大級的機率 與抽到大胸的機率何則較大 大級 抽中大級的話我們這個叫做P2好了 這就是多少呢 全部的話是一百隻 大級有十隻 所以是十分之一 大級有十分之一 那大胸呢 大胸的話我們叫P3 大胸有二十隻 所以二十除以呢 全部是一百隻 所以這個是十分之二 所以這個是十分之二 這十分之二 這十分之二是十分之一 所以這機率比較大 大胸的機率比較大 抽到大胸的機率 比抽到大級的機率要大 所以答案是 抽到大胸的機率比較大 在現場 加一個十分之一